这个经文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位我们都有读过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 但是这次在今年的里面 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突然间后面那句话真的是很打动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事 在这边来讲到当我们听到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行道 如果我们行道的话 我们就像那个聪明的人 把我们的房子盖在那个磐石上 所以那个雨淋水冲 然后风吹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对不对 还稳稳的 为什么根基稳嘛 这个就是跟我们所讲的一样 当你里面墙的时候 外面你做的多大的好 遇到挑战有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为什么 因为你的根基很稳嘛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去行神的话的话 我们就像一个的愚昧人这样子的一样 我们把那个的房子盖在那个的沙土上 然后雨淋水冲风吹 嫖汗那个的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那以前呢 当我读这个的时候呢 我就停在这里 你知道吗 房子就倒塌了 我们看到沙嘛 根基嘛 所以挑战来的时候 风浪一来的时候就倒了 对不对 我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个字 那一边呢 这个呢 也是因为翻译的那个问题 那英文还讲 It fell with a great crash 我们就停在那一边了 没有注意到那个字 great了 华语的话就 他讲到很清楚 房子就倒塌了 对不对 但是他有没有停在那边呢 没有 他讲什么 并且倒塌的很 很厉害了 他好像不是倒塌 是倒塌到很厉害了 弟兄姊妹 这个就严重了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根基不稳的时候 里面不强的话 然后你求更大的事 要做更大的事的时候 一收到攻击的时候 你不单单的倒塌了 这倒塌很厉害啊 倒塌到很厉害的意思就是 你很难要爬起来啊 你明白意思没有 突然间我就醒过了 哇 原来耶稣讲 大家不是倒塌 就倒塌到很厉害 当你倒塌到很厉害的时候 你就很难再站立起来啊 所以为什么 今天当我在想的时候 主啊 我们要做更大 主啊 我觉得去年很好 我要做更大 Then get your chest ready 那么 里面 你教会的人 一定要强 里面要强 里面强的话 那么呢 你就不怕 外面你做 有多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记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